各位朋友 你們好 現在來到10月5號差不多5時凌晨 差不多天亮 一會兒會出去拍日出 拍日出之前爭取時間錄一錄片 講講西沙公路的的士在快線撞死了牛牛 那隻牛牛有當地的村民有跟他玩開的 又或者諸如此類 他還有個名字叫做加慈 這件事都很觸碰 所以我也想講講 首先我分三部份去講 首先為什麼會觸碰呢 就是其實我自己有些鍛鍊之後 有些修行 就是少少修行 之後其實都很少吃牛肉 那這隻加慈這隻牛 它當然撞傷了 當然很痛 因為都見到口裡 應該都是內傷的 因為看到那條片裏面 腳都已經斷開了 當然都很傷了 即是內傷了 它都堅持了一個小時才走 第一部份就是講講 觸碰位 即是感動位 因為它一來就是 這隻牛牛一來就是痛緊 牛牛一來就是很善良 那有時我去拍攝的時候 因為通常有些腳架 它又不理你 有時我講一個經驗 就是有一次我去拍攝大佛 進入到一個寺廟的前面 即是寶蓮子 如果你是面向大佛的話 寶蓮子在左邊 我就在右邊 那裏有一個類似斯菇鎮的東西 應該是一些 都是寺廟形式的東西 不過不是太出名 因為那邊是另外 不同寶蓮子那邊 在那裏我拍攝的時候 有隻牛很有趣的 因為它應該都是在那裏做地盤 當然是一群 幾隻而已 其實是一群 然後我拍攝的時候 它就走過來 就躺在我旁邊 在我的Facebook那裏 這件事是幾年前 它躺在旁邊 很安靜地 就看我做些什麼 很乖 我都跟它拍了照 在我的Facebook那裏 就看到了 幾年前的東西 真的很乖 牛呢 說真的 我們人類是雜食動物 我自己也是 有時候我都會吃牛肉 但是經歷了它這件事 這麼觸碰 因為它又在痛 然後又不斷流眼淚 這些事件 在逃房裏面 有時都會發生 牛知道自己就死了 然後就有一個悲傷的感動 在香港的牛 因為它是屬於觀賞牛 而且牛本身 除了那些鬥牛之外 其實它都很善良 除了那些水牛 有時會欺負小孩 這麼有趣 萬物都是有性 這件事說真的 那些觸碰性 就是在牛 就是它很靜靜地去靜待死亡 然後就一直流眼淚 這個其實是誘發到一件事 就是我在少少修行裏面 就誘發到一個叫做 對生命的看法 這個是少少題外話 不過也要說 因為幾年前 我數回頭都差不多 差不多有八年還是十年 因為我都沒有去西藏很多年 那次就是我第十次進西藏 我的徒弟和朋友一起陪伴著我 就完成了一個轉山 轉光人波齊的山 當然很痛苦 為什麼我這麼多次呢 其實西藏除了風經嶺之外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 叫做領略生命到底是什麼 我有少少得著 在這裡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生命很多時候 無論你是否有宗教的思維 也好 其實生命它是分善和戶 我們人類正正就是活在中間 中間到底你搖擺在戶那邊 還是善那邊 無論你是什麼宗教也好 其實它都是牽連裡面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生命裡我領略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不要太執著 因為我的人生是很苦的 經歷了很多大的波折 像上年我媽媽一樣 然後我偽然結束了所有的事情 其實這個傷口也很大 然後要用一些時間復原 還有很多朋友幫忙 有幾位朋友幫忙 渡過了這些難關 現在是開始漸漸復原 就是多些事情可以做一下 所以生命是什麼呢 其實由這些牛牛 其實就可以帶給大家一種善意的感覺 其實生命就是生和死 就是這麼簡單 當你面對死亡的時候 就是靜靜地去面對 就是這麼簡單 這隻牛牛就是帶給 相信很多人的觸碰 都是這件事 就是可以勾起人的善意 我覺得它的犧牲是帶給 如果在人類有啟發的話 我覺得是多一點價值 希望其他朋友也有差不多的認同 這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它帶給香港 有一個問題出現 我先說一條路 第二段我先說一條路 那條路 那種設計其實是 現今國內形式的 城市設計的模式 並不是一個安全的模式 我希望政府可以改善一下 因為一隻牛牛的犧牲 你不要看到它是動物犧牲 就覺得毫無價值 我覺得這是一個啟示 那種設計的 那種設計 那種設計 如果可以做好一點 就是由不同的啟示 不同的錯誤 再檢討它 好了 那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 其實那條路 我前幾個月才去過 因為拍馬鞍山的新樓 正正是它現在出事的 應該是馬鞍山 直接下來的那個位 差不多是西沙以前的茶座 大約是 再去一點 那裡有幾個 即現在有幾個大的地盤 我就去拍其中一個地盤 那裡的路 就是 我幾個月前去 其實它是沒有那麼多樹 那些樹 可能就是這幾個月種出來 但是這東西真的失誤 為什麼呢 這些路是不合格的 為什麼呢 兩面線的車速這麼快 如果有什麼事 它就會產了過來 所以在這些路 設計應該失誤了 原因是 在這些路上 先不要理會那些牛 過不過馬路 首先 你只靠那些小樹 去分隔馬路 是完全不合格的 這些在國內 是唯一唯的 但其實 是不合格的 為什麼呢 在中間那裡 怎麼都要有一條路避 那條路避 如果有牛過的話 其實你可以一條路避 它就沒有樹 那條路避 你可以 如果省成本一點 你可以不做水嶺 可以做兩邊的防撞欄 在中間位置做兩邊的防撞欄 成本應該會低一點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路 那些車這麼快 如果沒有路避的話 它一有事就剷過旁邊 很大件事 這些就是 說真的 在一些 先進少少的地方 都會這樣做 有時那條路 那個路況是這樣 如果有牛過的話 其實牛是很聰明的 我也奉勸設計路的朋友 其實牛是很聰明的 你在那裡 你不要那麼多花巧的東西 懶惰種這些樹仔 這麼不安全 其實 你環保還環保 你可以在路避那裡種 就是 好像現在這樣 你如果是 已經是弄了一些樹 的話 你兩邊 那個間隔的位置 你不是弄兩邊的防撞欄 那些樹仍然在那裡 但是當你有了防撞欄之後 那些牛是過不了的 那些牛不會特意跳過去 因為它很聰明 你可以在那些開口位 譬如紅綠燈位 那樣東西 其實 會不會是參考歐洲的形式 在紅綠燈位 因為比較闊 那些車容易看得到 你可以在那裡 更多走出來 就是隔開了 零零射射 就是有兩三隻牛位的空間 其實牛它很聰明 自然就會在那裡過 甚至乎有些愛護動物 可以訓練它們 就是讓草在那裡 然後訓練它們過來 或者這樣的提議又好嗎 希望政府方面 或者相關人士又聽到我這件事 因為以我個人的能力 當然不可能改變到這條路了 但這些提議都是善意的提議 希望可以做到 不要再這麼多犯錯 就是那個情況下 因為這些意外 每個人都不想 好了 接著到第三部分 就是說 其實現今 其實我都看過網上很多 這件事 其實都有很多留言 我覺得我們香港 就有少許扭轉了 有少許彎曲 我在這裡 如果已經是善意的朋友 當然他已經做到 因為我都看到很有趣 在留言裡 也有少許兩極化 有些人就說 咦 為什麼這麼多人 去關心牛 又不關心的士司機 我先說了的士司機 因為近年 這件事我很衷心地說 因為近年 香港的確有很多 的士的害群芝麻 在很多FB群組 或者之類 報導出來 都是很鄙視 這些的士司機 甚至乎按了粗口名 原因是為什麼 其實我也看過這個現象 因為的確害群芝麻 是存在的 也是每天都出事 這件事 就是 的士業界說真的 你自己也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撞 當然是因為保險問題 撞了便保險 之類 另外一件事 的確是 那些的士太忙了 在車頭上 不停接單 其實這件事 警察那裡很少做事 也很少做宣傳 現在 其實 在國外 或 外國 尤其是歐洲 對這些事是很嚴謹的 其實車頭的位置 它有一個視線的闊比 你不可以少過多少 還有 在車頭等電話在那裡 是沒有保險的 有些地區 為什麼呢 因為電話 會流動到人的眼睛 如果電話一啟 甚至乎要做事的時候 人就會嘟嘟嘟嘟 你怎麼會看到這條路 在人的眼睛 就會閃到電話上 現在 香港還 奇形到 十部八部電話 在車頭 這些事也是笑大人的嘴 為什麼呢 這就是意外的元兇 當然很多朋友都知道 但是 為什麼沒有行動改善呢 警察方面 其實不可以觸摸 因為影響了視線 這已經是交通條例 不能容許的事情 所以現在你看到電話 等待GPX等待在司機位的旁邊 不會等待在視線的位置 因為這樣會導致加隆意外 這些是突顯到我們香港不文明的 說真的這些事情 國內正在追上來 遲早都是因為報應條例 就會改了這些東西 車頭是沒有電話的 因為我看見有些國內車頭有電話 有小部分 但大部分都沒有香港感 這件事很奇怪 希望警察執法和業界都要做事 因為形象那麼差 就被人乘虛移入 例如叫車、Uber之類就乘虛移入 還有一些商業機構都會做一些商業行為的做法 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們打進來的時候 雖然現在好像未正式 但問題都要坐下一個商業戰 都要坐下本地的士的形象 對不對 所以就宣傳到 好像駕駛的士是賊 是罪人 香港是傾刑的 其實我認識有位的士朋友 他也是駕駛的士 他駕駛的士之餘 他是拍攝的 拍攝照片 很喜歡拍攝運動 其實香港是不應該一觸高打船人 因為真的有很多都是很好 例如我這位朋友 他也是駕駛的士 但是很好 但問題是害群之馬 甚至乎有些機構的商業行為 導致香港什麼都差 希望市民大眾改良一下 理解多一點裡面的情況 不要那麼多怨氣 在這件事裡面 也看到有些留言的朋友 很有趣 他在其他地方留言 他就說 其實也有少許道理 為什麼呢 他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 去關心這隻牛 又沒有人去關心 那個 因為車也很傷密 那個的士司機 我剛才說了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形象問題 然後 因為你一撞到牛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你不關心的士司機 那個人來的 為什麼要關心牛多一點 在這裏我要講解少少少 就是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大家 討論一下 剛才那件事是說 的士司機有幾傷呢 可能有十字車去什麼 你撞到牛的時候 一般的人 就會覺得肯定是你不對 肯定是你不對 他還沒想到 那條路的設計是有問題 當然由報道裏面 就會出了各方面的問題 那些人才會知道多少少 但是那班人 為什麼要關心牛呢 其實這件事 也有些朋友留言說 咦 為什麼他們有關心牛 但是平時他們有吃牛肉 那樣東西 或者很喜歡牛排 那這些留言都不少 應該大家 觀眾朋友都看到 那這件事就回歸我 我剛才所說的那件事 其實一個 不要說修行者 如果是你 有些善意的話 其實 當你到一定年紀的時候 就會體會到 其實有些肉是 不需要吃得太多的 如果你說什麼吃肉獸 那樣東西 那你是因為沒有一個規範 給自己 那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那些肉 如果你不吃不得的時候 其實夠就可以了 不用整個大塊質下去 為什麼呢 你吃肉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東西 已經造成了 你身體上出了問題 因為肉裏面很多東西 那當然 你說你是經營餐廳 那當然不適合 那我生意又怎樣怎樣 這件事是另外一件事 你說 你這樣會影響到你的生意的話 的確如果有這種觀念 你的生意 如果你是做到 巨扒類型的生意的話 的確是會跌倒的 但是 其實 其實 那個份量 那樣東西 如果你是適合那個人的話 其實你的營業額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 我又舉個例子 例如 在德國 在德國 它的排很大快 因為它要適應歐洲人的食量 但是 我們亞洲人的食量 這麼大快 其實是 可以兩個人吃的 根本上 有時候 如果是女士 小一點 分分鐘 三個人都可以 那塊排 很大塊 其實 用回這個觀念的話 其實 你在餐廳那裏 可以 將價格 有機會抬高一點 有機會 我現在是 提議 其實 你的營商那裏 其實是差不多 最重要是一個觀念 一個觀念 譬如這隻牛 其實它的啟發 如果大有善意的朋友 我都在這裏 提議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是這麼緊張 這隻牛牛 亦都是 它帶給你一種悲傷感的話 其實 可以減少牛肉去吃 就不要做到自己很喜歡吃牛肉 接著又會說到 那隻牛很慘 這樣 這就是一個思維的問題 我這條片 就帶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到 一點點東西 如果你是 有善意地去 關心這些牛牛 亦都有一種悲傷感 在這裏 不妨吃少些牛肉 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 可以代替到 即是 有些 蔬菜類的東西 或者素食的東西 可以代替到牛肉 這樣 才會突顯到 你真是關心牛 對 這條片 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一條片 我會講講 即是馬上我都拍 因為就是天亮 我都要出去 會講講 河馬的事件 即是 河白事件 擾揚了很久 好 我們下一條片見 拜拜 您 請問 您 請